好 各位親愛的小老弟老鐵門哥來聊 那這一集那個回應一下 就是有點抱歉 就是有一個黃什麼圓小老弟 抱歉那字我不會念 他跟我講說這個mini 12mini的解析度是476 那是對的沒錯 是476 那一個前面影片打成460 那即使因為那一天我真的很忙 然後拿到那個資料 我沒有就是我沒有核對很清楚 不過奇怪那個網站怎麼會是錯誤的資料 但是你講的這個是對的 我這個影片趕快更正一下 難怪我覺得說應該解析度是一樣的 怎麼會螢幕會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太想太多 因為很快就弄上去了 那所以就是解析度更正一下 12mini的也是476 是一樣的 那那個我也查了官網資料是對 因為那時候太快了 不過我拿到資料的那個網站 我就覺得也蠻恐怖的 因為我才一兩天而已 他也改過來了 他是9月多的報導 然後你們看我那個影片 我那個影片是跟他 就是截至他的 結果他居然後面也是寫476 那我截取的這個資訊 怎麼會是460 我現在也想不透啊 然後他9月的東西他改 他現在改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見鬼了 就是很恐怖啊 所以那一個資訊的網站 我先跟你們講說更正啊 476是對的 這個小老弟你謝謝你提醒 那就是也更正啊 不要誤導別人 那所以就是 我截取的這個資訊啊 他是 等我一下 這個你們打12mm 13mm開箱的這個整理 那這個網頁是 TEC就是這個什麼 CDG這個 這個網頁的 然後他網頁 是 這個是他們整理的資料 我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從他截取的啊 那結果他這邊居然改了 他這邊改 476了 我就覺得很恐怖啊 我是從他這個 這個一模一樣的 然後他這個什麼 價格跟什麼 也是在這邊 那這個的部分就是說 你們還是以官網的資訊去 就是去做 去做判斷啊 那這個他其他都沒有錯 他只有這個解析度錯了 但是他解析度他也改了 那所以就是很謝謝你 但是我覺得很恐怖的地方是說 他這解析度改的話 我那一天我大概這樣子也才 一兩天前 他一兩天前這邊是寫460 所以你們去看我的這個影片 我給你們看的這個資料啊 他是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留下來 等我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我拿那個資料 你看啊我的資料啊 你們看 他是二迷你的他資料 他這邊是寫460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見 他這個也是用12迷你的啊 所以這個很恐怖啊 要嘛就是出現靈異現象 要嘛就是他的網站也跟著改 他這邊是寫460 所以就是這個是他那個網站啊 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第一個很謝謝你 說這個 那我還是要再講一遍說沒有錯 更正一下 迷你的尺寸的那個解析度啊 他本來就是476 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我更正一下 那他這個網頁也更正了 那詳細網頁的資訊 我會附在下面 那你們實際還是用官網的 他只有這個地方有問題啊 那如果還有問題 就麻煩小老弟們再跟我提醒 那所以這一集就是更改一下 12迷你跟13迷你的解析度是一樣的 476就是同系列最高的 那沒有什麼增加減少 那抱歉我那一天的 因為那一天很多事情啊 所以上片或一些什麼 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 就很快想說趕快開箱給你們看 所以就有點抱歉 好OK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就是解析度的地方更正一下 那這一個網站的那個資訊 我會附在下面 OK好今天就到這囉